据台媒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 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拟为台军建立全面性训练 咨询及能力建构计划 继联邦众议院军委会后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 24号通过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法案拟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性训练 咨询及能力建构计划 并呼吁美台扩大网络安全合作 历经三天闭门审议 参议院军委会24号上午 以24票赞成一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 通过参议院版国防授权法案 根据参议院军委会公布的执行摘要 参议院版法案为2024财政年度 编列8863亿美元国防总预算 摘要指出 美国面对的安全挑战既危险又日益增加 其中最急迫的是 美国所谓首要竞争对手的中国 摘要还列出三大项 23小项法案重点 其中包括为台湾军队建立 全面性训练 咨询及制度性能力建构计划 要求美方与台湾适当官员往来 以扩大双方在军事网络安全活动的合作 在此之前 众议院军委会22号凌晨 以58比1的票数 通过中院版国防授权法案 众议院军委会目前尚未公布通过版内容 但根据委员会主席 罗杰斯12号公布的草案 在台湾部分呼吁美台进行所谓实地训练与军事演习 促进防务官员交流 在协助台湾维持所谓自我防卫能力方面 草案支持台湾透过对外军购 产业合作等方式获得所谓防卫物资与服务 以支持所谓不对称战略能力 按照惯例 美国参众议院军委会 每年分别提出国防授权法案 两院军委会通过各自版本后 再送交两院院会审议并表决通过 由于两院版本多不同 往往需耗费数个月协商出共识版本 再交由两院各自表决通过 才能递交总统签署生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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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